各位民眾大家好 我是黑玉柏傑 大家也叫我黑柏 是一名貴族 但我從小到大 立志想要成為一名騎士 每天每天 我不停地練習我的劍術 就在今天 我要來證明給大家看 我是一名真正的騎士 依修 我要先來找一隻怪物來練習囉 哼 可讓我找到了 史萊姆 成了我的刀下金劍職吧 哼 史萊姆這種生物太骯髒了 配不上這麼氣質高款的貴族喔 再去找一些像一點的怪物好了 過來過來 為什麼這邊會有紅蝦 《貴 blanc》 僵尸怎麼會這麼強 我已經遇到圖片僵尸了 欸難怪我會輸 圖片僵尸嘛 大家也知道比較強對不對 沒關係 我記得這附近有一個哥君混 我去找他好了 你那裡非常大 我那裡也大 沒有啦 我是說 拳頭很大 那我找到了哥俊美 你是哥俊美 我是天狗 這不是一樣的嗎 哥俊美就哥俊美 他在講什麼天狗 店長 趕快 公選 怎麼會這麼強啊 我可是貴族誒 哪有了沒有了肌安全 又有趣還可以拉地下城殺怪的方法嗎 誒 當然有啦 各位觀眾 讓我隆重為你介紹 地下城堡2 暗潮 這是一款模擬經營與地牢探險的小品遊戲 我真的超吃它的美術風格的 有點會像是中世紀的感覺 而且 它真的不用花太多時間 真的是一款小品遊戲 最適合我這種帥氣大方的人玩的 你看我玩著玩著還交到了女朋友 對不起金魚 沒事沒事 我只是在錄影啦 沒事沒事 不用想太多 我什麼都沒說 首先讓我來為各位介紹一下它的故事 遊戲主角就是我自己 我成為了墨世故堡庇護所的統治者 然後率領著大量的民眾以及勇者 對抗盲目創意的死亡國度 我在旅途中啊 會常常遇見一些其他的角色啊 那我要對他坦誠相見呢 還是我要對他拔鬥相向呢 都是由我們來捲警誰是敵人 或者是誰是朋友 人物的微小命運相互交織 會成蠻荒世界的時代洪流 故事的結局 由你的每個選擇決定 好啦 那我們首先來介紹一下 這款遊戲的遊玩方式 遊玩方式非常的簡單 它其實一開始 就是先從砍樹開始 我現在連點中間這個啊 這棵樹 然後我只要一直瘋狂連點 它就可以一直就是 得到我所謂的木材 我需要的木材 所以各位 常常在那種 學校啊上課的時候啊上班的時候啊 然後把這個 你怕被別人看到 你可以把這個放在你的大腿旁邊 然後做一下手部的運動 你就可以不停的砍樹 不停的收集樹 然後收集樹 收集木材是要幹嘛的呢 是要來升級我們的建築物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我們的莊園啊 可以拿到很多的素材 然後其中一個就是木材 然後還有食物之類的 之後會有更多 目前因為我剛玩這款遊戲 所以我迫不及待想推薦給各位了 所以我目前知道這兩個 去出征 那出征的話一次大概是 找四名隊友 好 那我先按個出發 你只要有探索到哪一張地圖 上面都會可以寫說 你可以從哪張地圖開始這樣 那你可以把每張地圖都全部幹完 來我們先點我們批戶之地 各位 跟你們講 左上角有沒有看到 他都會寫說 我現在目前該做什麼任務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說 我現在到家幹嘛 完全不會 他上面都會有寫 然後 假如說我走到地圖上面 可能像是 這裡有一個圖示 然後 我走過去 喔 就會觸發任務 通常啦 通常會是偏向於文字冒險 我給各位試試看 喔 有了 你看 我只要走到地圖上面的圖示 就會開始文字冒險 然後這時候我可以選擇 戰鬥 調查或者是逃跑 我的老天兒啊 文字類型的遊戲 還可以有這麼多的選擇 哇 真的是太否信了 太否信了 然後像是我這個圖騰石柱 大概 你們可以大概看一下故事 然後我可能選擇觸摸 觸摸看有什麼反應 喔 喔從裡面回復了神 神秘 什麼 生命力量 所以打破的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然後現在 因為我剛剛已經走了很多步 你們知道 走路走一走幹嘛 會餓啊 那餓了要幹嘛 要吃飯啊你看 這裡有乾糧 等一下乾糧 就可以烘煮 喔食物加巴這樣 你看我左上角就有寫 我食物有九個可以用這樣 還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還可以補血 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到 這款遊戲好玩的點在哪裡 來 然後我們繼續冒險 好 然後通常 你知道 觸發到戰鬥以後啊 我通常是直接選那個啊 自動戰鬥你知道 但有人會覺得說 欸黑羽自動戰鬥很無聊欸 但是各位 這款遊戲其實還蠻吃你的 角色的配合性 你只要選對角色的話 然後角色去分配一下 你可以透過角色的性能 然後設定他的數值 來改變戰術 你們看似簡單 實際上也 也頗有一門學問啊 啊我要死掉了糟糕 你知道 走路走一走會餓 餓也會怎樣 會餓死啊 啊 no 差一點 差兩個 為了給你們看就是 那個觸發 觸發一些要術可以幹嘛 好啦各位 那 那個我剛剛戰鬥裡面啊 我戰鬥後 會拿到一個叫做 魂的東西 啊 這個魂可以幹嘛 可以幹大事啊 真的是一個大事 可以幹什麼大事 很多事 可以復活啊各位 你知道 我剛剛拿到的那些魂啊 我都可以拿來復活 然後除了復活以外啊 我們到我們的 那個 屌射的地方 酒館這邊 我點我們那個 伊安拉爾法師 通常魂 主要的功能就是拿來 身體角色 然後還有復活我們的角色 然後我們角色啊 只要升到10的以後 就可以轉著 你們看是不是很屌 屌不 然後這款遊戲啊 它營造出來的風格 從頭到尾都是非常的中世紀 所以我覺得可以讓大家 非常的融入在 這款遊戲當中這樣 我們主要就是常常會看一下城堡 然後看有什麼任務啊 我在去探險的路上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像招魂師是我剛剛遇到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知識的任務 像是 這裡有個流亡者 然後他說他 需要食物 那我交付食物給他 我沒食物 對不起 那我只能趕他們走了這樣 然後他就嗆你 他說 原來這就是庇護所 對待無助之人的態度 好喔 我自己沒食物了 你說 OKOK 我食物沒了 你還想怎樣 然後像這種 有時候會有其他的角色啊 然後會有一些要求 然後你可以解一下那些任務 可以得到一些東西 然後還有劍吻 劍吻的話是 他們這裡會統整你所有遇到的角色 然後你點下去 然後他會說 這個角色的個性啊 跟他是幹嘛的 那是我們的公駕巴龍 醫護所的工匠領袖 憨厚老實 確定是有些膽小 然後招魂者 逢所及 在墓園中生活 喜歡遇死人為伴的怪人 這蠻怪的 然後羅拉娜 年輕的黑暗精靈 喔黑暗精靈 金通煉金術和魔法 居住在孤塔中 這就是我在孤塔遇到的這樣 然後你可以就是遇到一些人 然後上面 這裡都會就是有 劇情之類的 很棒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融入 真的非常融入在這款遊戲 再來我要來講一下 這款遊戲還有一個很經典的地方 就是他的收益的部分 我所有收的收益 也就是莊園這個 這個木材以及食物 就是資源的部分 這款遊戲 地下城堡2 暗潮 它是繼承了前作一個經典設定 這樣每次打開遊戲 我可以在莊園這邊獲得一定量的資源 然後我都可以升級一些我的食物部分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工匠招募這邊 我可以繼續招募 可是我想缺食物 那我只要招募的話 我就可以 有得到更多的人口 然後得到更多的工匠 然後請工匠 為我做牛做馬一輩子 你知道 然後讓我的城堡可以得到更多資源 然後基本上就是掛著 沒掛一定時間 下面不是有倒數 只要掛一定時間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相應的資源 我覺得這次這款遊戲做得還不錯的 就是我不一定要一直去點 那個木材 我也可以獲得一定的資源 接下來我們來說說 他的職業好了 OK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我們的職業 這個遊戲總共有六大職業體系 然後有五十種職業的種類 他每一個職業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特性啊 還有他的職業不同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然後各位 這就是要編輯自己就是喜歡的隊伍這樣 這隊伍真的是配法有非常多種 所以就是要靠各位的 像我的話 因為我目前剛開始我都是先選 就是把我最強的帶出去這樣 假如你爽的話 你可以 組一個什麼 什麼 什麼 斧頭幫啊 然後或者是什麼 法師隊啊 什麼 潛行者隊啊 之類的 就是隨便 真的是 真的是隨意你們配 你們原作出來最屌的隊伍就是你們 你們真的很猛 然後隊伍配好以後就可以出發去打 那我現在食物不夠 我現在就不會出發 因為出去就死了 好啦各位觀眾 那地下城堡2暗潮 我真的推 各位 不妨可以下載來玩玩看啊 真的會讓你 感覺回到當初 玩遊戲的初衷啊 這款遊戲我最推給18歲以上的玩家了 我記得啊 大概18歲上下 你們玩這款遊戲 真的會感觸非常的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各位觀眾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按個訂閱以及喜歡 那也不妨去我的黑羽Live頻道那邊 你也按個訂閱 那也可以去追蹤我粉粉V 按照我的粉專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WMV 對地下城堡2暗潮 有興趣的話 也不妨下載玩玩看 那我們一起 在地下城堡2暗潮見囉 好啦那各位觀眾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現在下載 地下城堡2暗潮 體驗全新版本深淵之戰 兩大主線任務 全新神士角色 月面聖物裝備 竟在地下城堡2暗潮